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是有惊无险 那么第三场面对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刚刚以3比0战胜了 我们曾在小组赛中输给过的越南队 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男排来说断不合 掉以轻心 相比于中国男排 中国女排的出现形式明显要乐观许多 特别是上一场3比0大胜韩国队 中国女排将自身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女排主帅郎平依然显得非常的谨慎 这场比赛他强调大家不应该盲目的乐观 而是应该更多看到这支队伍当前的一些不足之处 那么面对第四个对手阿萨克散队 相信中国女排依然会全力以赴 同时在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尽可能多地给新人以锻炼的机会 从而为后面的交叉赛做好准备 北京时间8月25日晚上8点半 中国女足将迎来与泰国女足的四分之一决赛 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实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但是泰国作为亚洲女足的一只竟旅 实力也不容小视 尤其是她们的两名前锋 具有着非常强劲的冲击力 但是这场比赛只要中国队能够发挥出上一场 面对朝鲜队的技战术水平 相信胜利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25号射击赛场将决出两枚金牌 分别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和男子10米移动靶混合速 其中手枪速射是奥运会项目 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派出的两名选手是林俊敏和姚赵南 小将林俊敏在今年表现抢眼 已经获得了两战世界杯的冠军 而在男子10米移动靶混合速中 我们派出的两名选手是甘宇和谢赌润 谢赌润曾经参加过上届仁川亚运会 当时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七名